一个三十来岁的清华教授 在普通人眼中 罗吉是了不起的青年才俊 而在拯救世界的人类精英眼中 罗吉和普通的吃瓜群众并无两样 但叶文杰为什么偏偏选中了罗吉 把人类的未来托付给这个混吃等死的废产 我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 叶文杰的女儿杨东对罗吉的评价很高 说罗吉很聪明 杨东何许人业 别人还在给导师刷瓶子打下手的年纪 杨东已经走到了人类物理大厦的顶层 杨东所谓的聪明绝不是普通的聪明 而是有灵气有慧根 第二 罗吉不求上进性格松弛懒散 而恰恰越是玄妙的东西 越是出自没有功利心的顿物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罗吉研究过千文学 但因难有突破 转而开始研究社会学 这两个毫不相干的学科结合到一起 就是宇宙社会学 这恰恰是人类从地球上的一个土著文明 进入茫茫宇宙 成为一个星际文明所必备的知识 这也是黑暗森林法则的思想基础 罗吉在智学之路上的三星而异 反而让两种毫不相干的学问 在他的心里杂交出心理论 让他比那些在一个领域钻研一生的学者更有见数 围棋中有句话叫一眼死两眼生 就是一片棋子如果只有一个棋眼的话 很容易变成死棋 但如果有两个棋眼 这片棋就是绝对的活棋 罗吉就是在无意中为自己的人生走出了两个棋眼 并遇到了能使此棋的叶文节 从此人生开挂 罗吉的故事对我们每个普通人都有启发 如今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已经非常成熟 普通人在一个行业再怎么精益求精 也很难有所突破 但是如果在两个行业做到八十分 就一定会创造出新的价值 比如一个懂点物理知识 还会写故事的人 就创作出了这部三题 就能跑回来 看好